港股上周年跌4个交易日,跌幅于4%。港股最大的负面因素之一,必须中美贸易战。然而此因素在短期之内亦难忘消除。即使在美国中期大选后,中美关系亦难以180度扭转。 早前美国与墨西哥及加拿大签订了新的贸易协议,令整体形势更不利中国,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间,中国仍会继续飾演反派的角色。 除此之外,由于新贸易协议要求成员国在与非市场经济体展开贸易谈判前,需通知另外两国。 而如果成员国与上述国家达成协议,签约国将被排除在北美贸易协议之外,这意味投资者不应憧憬加拿大,与中国有机会达成贸易协议。 在此背景之下,10月份恒指仍难以乐观,或需一视26000点水平之后才会出现较明显之反弹。 因此在策略上,投资者暂时仍应应严控弱势股的持仓,可行情况下尽量减持此类股份。 其他持仓亦应压于在50天线举参考价值的股份之上。 在此原则之下,新世界发展00017有一定的留意价值。 基本上,本地地产股随大市向淡,难视之为强势板块,为该股走势却见易动。 上周五见美市成交活跃,而近日走势亦见在10元水平有支持。 虽然其股价暂时处于50天线以下水平,但10天线却见升穿50天线,可见股价有一定动力。 事实上,本地地产股的前景并不如想象中悲观。 加息与整体楼市走势亦非鸡蛋油鸡所生搬理所当然。 本港的供楼负担比率不高,而尽管楼价高企,市场的购买力仍然充裕。 虽然早前本港银行军建上条最优惠利率P,但一来幅度甚低, 二来个别银行同时亦调整了案揭计划,令实际案息未见大幅抽高。 新世界现价息率预4.5厘,市场率不足0.5倍,有一定防守力。